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你站近一点 再站近一点 再近一点点 你一直叫我靠近 是不是想看清楚我的美啊 不 我有远事 你站近一点的话 我比较看不清楚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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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书上说 世界末日那一天 会地动天津 有大地震 大海消 火山爆发 天空变黑 海水变红 所有交通工停止 所有通讯都失灵 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那多可怕 那百货公司美容院珠宝店还有没有营业啊 不 不行 不可以 我至少要抽佣金的百分之八 还有 倘若销售良好 我还要加收尽力的百分之二 大哥 我这样要求并不过分啊 是合乎情理的呀 谢谢配合 搞定 电话还你 他是你老板吗 不是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刚才正在打电话 他就把电话抢过去接着讲 一克三百块钱的龙虾 你三分钟就吃完了 胃口啊 整天不是龙虾就是牛排的 我们点的可都是这家酒店的招牌菜 别人想吃还吃不到呢 你这种人啊 就是不会享受生活 就该让你啊 去吃泡饭和榨菜 好吧 来 来 我敬你 祝我们 安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躲在这儿 直到离开 然后 我就疯狂地享受我的人生 说到这一点 我要再去看看我们的宝藏 你早上那儿看过吗 小心一点 每天多看几次 这样才没其他货 我就搞不懂 干嘛换那么多现钞呢 带进家出的多不方便啊 我们要走的时候 一块换就好了 这你不懂 摸到钱呢 晚上会有安全感嘛 你来问问看 这个东西比大龙虾还要香 好啊 你要填两张嘛 吃两张嘛 顺到肚子里面最有安全感了 今天是周六 大部分男人不是去陪女朋友 就是回家陪老婆去了 我应该养只狗来陪我 所谓婚后三角恋爱就是老公老婆外加一台电视 坐在这里再无聊 天女坐在电视机前面好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近皮肤变好 而且变漂亮了 那是因为我把照顾男人的时间 都拿来照顾我自己了 但是真好 好啦 我知道你们都在为了大宝的事情跟我生气 我以后就知道啦 友情绝对比爱情重要 我不会再昏头了 友情算什么呀 友情又不会让一个人 去奴役例外的一个人 我现在好想恋爱啊 我已经好久没恋爱了 我要用爱情去奴役男人 女人真可怕 四个女人一台戏 我是乱说的 像史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 是任何一个女人都迷不倒 也奴役不了的 对啊对啊 只会有一堆的女人等待您去征服 别光说好听的了 连自己的女秘书都勾结外人来算计我的钱 想起来就心痛了 有没有水啊 我要吃药 什么时候 史大伟会因为五百万心痛的 不光是为了钱 是感觉 你也不要躲了 我就是来找你的 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两个狗男女在什么地方 你也是受害者 你希望怎么做 怎么做 你要做什么 反正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你希望他们怎么样 都会有人去做的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跟着我 你怎么做 要做这些东西 我就是想起来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都没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你们还是应该学学小萍 她受了那么大的伤害 还能够有这种宽心 善心 好心 其实我的心也好痛 你们还有没有多的药 这不疯了 大宝 怎么了 我的外套 刚刚给你吃饭的餐厅里了 路太远了 明天再说吧 大宝 请你帮我去拿一下吧 那年约是很贵的 三千多块钱 来 去吧 去吧 谢谢啊 你死到哪里去了 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不是让你半个小时以前来帮我收拾东西的吗 你怎么办 一辈子没有做并过一件事 车子在楼下了吗 车子到了 好 快点帮我把行李拿下去 快点啊 还很快就回来了 亲爱的大宝 对不起 刚刚下一位 最后咬的很多 零吉 humano 好的 那么要吃 勻 Balance 你要死啦 你不可以把枝开过去接我啊 让我灵着雨跑过来 笨蛋 你要她死了 我可以帮你这个忙 大宝 不许动 你多试试看 大宝 你看 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这么做的 对不对 我只不过是一丝糊涂嘛 我刚刚上车的时候 我已经后悔了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 你知道 就算你今天晚上走掉了 我明天早上 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回来 我根本就离不开你嘛 你今天晚上 不必留下来 明天早上 你也不要再回来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你知道吗 看到你这么阴险的样子 是让我相信小婷 同样是女人 我明天在那身边睡一辈子 也不愿意在你身边睡一个晚上 你走吧 滚 打开 等你拆这封信的时候 一定已经离开我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旁边摆着你费尽心思 骗来的五百万 你相不相信 我并不会恨你 只是遗憾你选择了 用这种方式离开我的生命 大宝 有了钱 并不代表有了全世界 钱总有一天会花完的 诚实地对待你周遭的人 快乐才会永远陪伴的你 这是我最后 想对你表达的心声 不用说再见 小平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这都是我们的新款 要不要试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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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全部帮我包起来 全包起来 你真怀疑我的话吗 你从来没有见过像我真的大客户吧 没见过 小青 是 这些货品小姐全要了 帮她包起来 把卡拿来 结完账我还要到二楼去买衣服呢 快去刷吧 先生 您对您的女朋友真是体贴哦 请这边请 随我们小姐刷卡 你不用再对她泡媚眼了 她已经给我罩得死死了 你没有机会了 我有吗 你没有吗 当然没有 慢慢做梦去吧 总算遇见一个跟你半斤八两的女人 男人互相吹嘘 女人互相妒忌 我得拼命地妒忌她 内男人又老又臭 有什么好妒忌的 你懂什么 男人只分有钱和没钱的两种 有钱的又分肯给女人花钱 和不肯给女人花钱的两种 看来她是肯给女人花钱的那种了 为什么别人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我比那个狐狸精漂亮近百倍 为什么这么在这里擦玻璃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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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可能在最后才出现 难道让我一直等到老 一定有什么方法 有什么方法 能把那些有钱 肯对女人做牺牲 做封线的男人挑出来 一把一把地 从茫茫人海中抓出来 是啊 真被你找到的话 就是很多男人灾难的开始 我一定会找到的 你们 怎么都走 你们这边走 你们再走 去吧 再走 去吧 来 来 来 我去یا了 来연 obst 然后去吧 我们去吧 小心你肚子上那八块鸡肉 变成一块肥肉 你就知道厉害了 今天心情不错吧 还知道关心我的身材 听到好消息当然心情好了 就是那个方小平 叫我们家王浩逃婚的 这叫恶与恶报 不是别浪费了 我觉得那个方小平挺善良的 不像那种赶尽杀绝 心狠手辣的女人 逃婚的责任 应该算在王浩的头上 你的意思是说 我很心 他不很心 我是坏人 他是好人 我可没这么说过 我只是在尽责任汇报情况 了解情况需要花这么多钱吗 你们天天在一起 你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天地良性啊 一个被骗了五百万 一个在当快递员 还有两个在你的眼皮底下 看你的脸色拿点可怜的公子 你还要我怎么样 干吗这么看着我 记住一句话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一定要往后死的这条心 乖乖地回到我的身边来 我相信 会有这么一天的 那边 快点出来呀 不得了了 快点出来呀 出大事了 怎么了 快看 快看看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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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我刚看了就像他吗 小萍 你不要怕 来 保护家园的时刻到了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一个恶魔 拿着棍子扛他 快点 来 拿着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的话 我们就乱棍起发 我看你 瘦得了 瘦不了 你这个卑鄙下个东西 竟然还敢再出现 来 这箱子里装的什么样 看我 她要拿炸药跟我们同归于尽 小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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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回来了 可是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给你骗了 你有啊 这里面有四百九十万 我天生就是个穷鬼啊 我整天梦想着要发财 我想了很多的方法 现在 明才到手了 可是我却发觉钱会咬人 为了我整天睡不着觉 所以 算了吧 还给你们 就当我天生没有这个命 你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想通的 是那个女人 你计较一切我的错 却想尽办法来帮我 我外面那些女人呢 通通无所不用其极地算计我 我就算是再狼心狗肺 我都应该来跟她认个错 小屁 你听到了没有 大宝跟你认错了 大宝你认错了 我跟你认错了 这次是真的 这是真的 我代表了 她的可惡 你 letzt Bianca 你应该肯定出现 去着 跟她那些吔着 respuesta 回答 你接下 Toby 找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重新开始了 不会再骗了吧 不骗了 因为有个很好很好的老婆 写信来劝我 她说只要诚恳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 快乐就会永远跟随着我们 要大富大贵 就要听老婆的话了 什么你看 无论 这不密了 他们已经不试着我 安全的明显 都已经相拍了 是的 一车 也请你相信我 大嫂 你也要加油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可以的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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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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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加油 再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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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ñ mentor 演唱 回去先考慮一下 这么巧啊 你们俩认识 认识 你也在这儿上班那儿 那就太好了 经理 这下没问题 广告我认识 有什么事他会教我的 好 你们聊吧 再见经理 可不 不可 这下你可跑不到了 以后一定得麻烦你好好教教我 教会我 我也是新来的 你怎么会来这儿 最近家里急需要钱 所以只能两边打工啊 这会儿怎么样 还干得顺利吧 以后有了我 那可就不一样了 我这人嘴巴贱 喜欢开玩笑 保证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来 为了有个好的开始 这儿 我们的化妆品都用完了 我们的化妆品都用完了 化妆品都用完了 那就买它 真有一套呀 又换了一个 对吧 你说它用了什么方法 我们来猜一猜 那个姑娘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猜酒店小姐 我猜她是在老人协会工作 要不她身边的男人 为什么都在五十岁以上 你过去问我 我怕我过去了 她身边的男人受不了我的魅力 小姐 你好 好久不见了 我是合若男的 你不记得了 好 来 来 来 我们换一个名片 来 好 谢谢 谢谢我的名片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我不认识 搞错了 我们都猜错了 银行信用卡簿 业务复礼 书男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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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去集合 有钱又肯为女人 花钱男人的方法了 什么什么什么 周先生啊 你好 我是大发银行 信用卡部的义务员 我叫万灵 是这样的 我们呢 希望您成为我们的金卡会员 像您这种事业有成 幸运又好的男人 谁不知道啊 谁不知道啊 所以啊 我们银行啊 一定指定要请您加入的 跟您喝咖啡是我的荣幸啊 我请客 她在干嘛 她换工作了 她在银行信用卡部门当业务员 她在银行信用卡部门当业务员 对啊 这么认真啊 这么晚还要做啊 王智海四十五岁 电子公司总经理 这个不错 我现在没有信用卡 万灵 你你帮我办一张吗 你有千万的身价吗 没有 你愿意花百万 去照顾一个美丽的女人吗 不愿意 不愿意 那就离我远点儿 别来烦我 你们神 神经病啊 现在办一个信用卡这么困难啊 她还要负责照顾女人 是照顾万灵 她也不知道从哪儿找到 这些有钱男人的电话 以办信用卡名义 一个一个钓鱼 不知道哪个倒霉鬼要上钩 应该说哪个信用儿跟我有缘分 因为我要跟她展开一段 浪漫美丽的爱情故事 是啊 又浪漫又昂贵 本来嘛 跟美丽女人谈恋爱是很昂贵的 喂 是王先生吗 你好 我是大大银行的业务员 我要 我也要钓鱼 我也要钓鱼 是这样的 找一个电话 跟有钱男人约会 我们的金卡会员 算了吧 你能发出那么点 那么性感的声音吗 刘云 不好意思啊 还让你搬我搬那么多东西 我也 都怪我不好 折腾了那么久 又不想占这个钱 工厂就在我家旁边 明天就帮你把货负退给他们 谢谢 你进去吧 我来处理 这可怕的肌肉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恶心啊 不会啊 大家都觉得又羡慕又喜欢的 我怎么不觉得是什么稀奇的 你怎么练的 不稀罕还分什么 我是怕你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我下次我练身体的时候 我可以避开啊 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肯问你是瞧得起你啊 没关系 十天我就赶上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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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 做到 Neither 啊 我 这 又生ой了 会不会 还有还要 你为啥 你用来 这个小区就你们几个人住 对啊 这个社区太高级了 一般人都买不起啊 所以我就暂时 请我朋友住在这里 没收房租 等给我没啊 警察先生 我们请您来 是处理这个孩子的问题 我正在发掘问题 来 拜拜 叔叔抱啊 这个孩子应该是 刚刚学会走路吧 请问他一个人 能走过来吗 这什么话呀 当然是他狠心的爸妈 把他当流浪狗 扔出来嘛 那我倒要问问看 他这个狠心的爸爸妈妈 是谁 他什么话都不会说啊 小宝贝 别害怕啊 告诉叔叔 爸爸是谁 乖 来 告诉 他这可爱啊 爸爸 笑不出来了吧 小宝贝 继续告诉警察叔叔啊 妈妈在哪里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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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妈妈呀 这 你 来 你 你去找别人 去找别人 我可能 和他妈妈长得很像 我 我 我晓得了 我今天啊 用我身体乳 所以我想 他肯定 对乳液的味道 感觉很亲切 好 现在问题终于水落石出了 我已经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什么答案 我现在正式警告你们 不要把你们大人的恩恩怨怨 撒在小孩子身上 不管怎么说嘛 孩子是无辜的 你们不要想要孩子了 就违法地把他生下来 有了矛盾就不想要孩子了 还有脸来报警 既然生下来了 就顺势报一个户口 再把他好好的抚养大 你们说对不对 这 这 关先生 我 我想这里面 有很严重的误会 我们呢 其实是这个 你们别再昧着良心说话了啊 要再说瞎话 我把你们全部带到局里去 小宝贝 叔叔走了啊 拜拜 你们看 他对我的处理很满意 是不是 我会随时来查看的啊 恭喜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你问万伶啊 我 问我 不过你会谁啊 你看这个小孩跟你亲成这个样 那谁晓得你 是不是外面虎头殆头 生个蛋你也不敢承认 爱 爱什么爱 你赶快拇指相认吧你 小孩子之所以来找我 说明我对男人有吸引力 连小孩子都抵挡不过 那 怎么办 孩子看来暂时送不出去了 我们谁养他 谁带他 来 洗洗杯 你还怎么样叫你呢 小 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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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方小萍 我刚刚在幼稚园里面当老师 白天就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没有想到 晚上还要为你这个小朋友 小阿呆洗澡 对不对 对 老师讲得太有道理了 我也要洗 小阿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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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说要帮忙人家 是那一点用都没有 就人我一个人在帮小萍洗澡 你能够帮他什么忙 我就是来帮你 不相信的话 你晚上一点零一分 在院子的角落 到时候就真相大白 你就知道她的妈妈是谁了 你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记住喔 代号101 小初妈妈是谁 我还怀疑你是她爸爸了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花心 哪个妈妈不服气 把小孩子快递过来的 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看沙发上的小孩啊 就知道她妈妈是谁了嘛 把小孩放在沙发下面 就会知道她妈妈是谁啊 还好你没有去做公安的顾问 我分析给你听好不好 第一 绝对是这屋子里当中 某一个女孩子 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未婚妈妈 才会用这样的方式 把小孩送过来抚养 第二 这个小鬼第一个晚上来这个地方 妈妈一定辗转难眠 睡不着觉 马上会来探视自己的小宝贝 那你为什么没有怀疑是我 算了 当我没有 快 来 来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神经病啊 你小时候妈妈又帮你盖过棉被 等一下她妈妈一定会过去 把棉被盖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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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男人婆 天下女人死光了都不会怀疑到她 嗯 就是她就是她就是她 怎么可能她自己都是一个小孩子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妈十七岁就剩下我了 现在一世代的年轻人 在外面交朋友很随便的你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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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终于有结论了 里面那个小鬼有两个妈妈 一个是哈妹 一个是万人蜜